旋转真马游乐项目被质疑了 相比于传统的旋转木马 在成都的这个游乐项目当中 木马被换成了真马 四匹马被拴在了 圆形场地的钢管上面 机器这么一转 真马就开始绕着圈开始走 游客坐在这个马背上 有人担心说 这个游客的安全性有没有保障呢 也有人觉得说 这种方法是不是太残忍了 不人道 运营者是这么说的 说本来每天我都要遛一遛这个马嘛 这样的话你看 是不是一举两得 而且他还说 目前这个项目暂停 也是为了对马匹和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红神作伴 策马奔腾 偏偏就成了原地打转 这个事件让我们想起了一句话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如果说没有人花钱去体验 这种所谓的游戏项目的话 我相信这些马儿们 也就不用原地准